我1986年就在黃河堅白花油開始工作 之前在另外一間公司要做 我自己算是一個讀科學工程的人 所以我來到這間公司的時候 有些初做的時候都想改革一些東西 因為那時候工廠的運作比較古老式 不會比較家庭式的工業 因為我之前做一份工 是看過香港很多很多工廠的 因為我做一個營業員 我就去探望很多看香港的西藥廠和食品廠 因為我賣藥的原料和維他命原料 那時候香港現在當然很多工廠已經不移了 但那時候香港還是在觀塘區、荃灣區 也有很多小型的工廠 那時候當年的香港80年代 那些藥廠或者食物廠的衛生環境 都不是說真的太好 也都不是去到GMP的水平 所以我就很決心將我自己的工廠 希望可以盡快提升到一個 一個叫優良生產管理規範的 即是GMP的規範 得到我們同事的合作 董事局的支持 和大家同事的合作 我們很快就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 將我們的廠房升級到這個水平 當你的廠房水平和你的製作流程 以及你的要求生產的原料 做得好的時候 基礎做得好的時候 不是說我爸爸的時候做得不好 那時候生產的原料 那時候我們都在原用的時候 那時候是原料的 不過我經常說生產的流程方面 我只是做多些功夫 去將它升級 所以一路的產品 整個成份原料 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我們都是很優質的 那麽多年都是用很優質的材料去做 那經過我們 那麽多年公司 大家共同努力之後 那麽當然有了這些 GMP的水平的規範之後 我們出口方面都比較容易一些 因爲很多時候 達到一個國際國的水平的時候 很多其他國家需要出口的時候 都需要一些這樣的認證 特別是我們要 現在我們就算把我們的貨品 去國內 中國國內 都要達到一些 非常之高的技術水平 那麽所以呢 就很感謝我們的員工 就是跟我一起 配合一起做到這樣的事情 如果在市場方面 策劃方面 那麽我們 都是現在近期 我們除了我們不會 做一些事情 是對於一個地球不好的 盡量去 盡量去整個策劃市場 推廣計劃 都盡量做到環保一點 盡量做到少一點的廢物 那麽這些都是我們 在市場推廣的時候 都有這樣的宗旨 那麽我們每年都有去一些公司 大概十多年來已經有 我們去一些不同的中小學 去做一些教育的劇場 那麽我們都是寫一些好的劇本 包括推廣環保 心靈的輔導 或者是關於扶貧 難民 愛護動物 不要遺棄動物 捐贈器官 各式各樣的題目 我們都會做 就去各個香港的中小學 做一些這樣的教育劇場 那麽我們這方面的推廣 就變了是一個 對我們公司來說 是一個軟性的推廣 亦都可以種一些善的種子 給我們下一代 可以能夠他們有一個 一個好的心態 去一個心底 做一個好的人 那麽變了我們 他們長大的時候 都會記得到我們是產品 那麽這些是我們做的方法 和可能有些其他的機構有些不同 那麽所以呢 在教育方面 我們都算是出了少少力 在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因為教育一個下一代 其實最重要是教育 他不是要計數多厲害 英文多好 中文多好 是要教育做一個好的人 特別是一個慈善的心 這應該是我爸爸教育的事情 因為我爸爸的企業文化 在我小時候 他已經做 帶我們去看 他已經做很多不同的各類的慈善服務 那這些各類的慈善服務 亦都是種植在我們下一代的心底裏面 而令到我們這一代的 全公司的董事局 姓癌的一些後代 都很專注做一些 或者很喜歡做一些慈善的事業 特別在教育方面 或者是分享方面 所以我覺得在企業文化方面 我覺得是很感恩 我的祖先我爸爸 可以教導我們一些這樣的事情